菲律宾的一处矿区意外塌险 探险队在洞穴深处发现了一具古老的巨型骨架 上面寄生着两个卵型包子 其中一个还处于休眠状态 另一个已经破壳挖洞爬了出去 只留下一条巨大的沟渠一直延伸到海里 而位于海另一边的日本 一所核电站突然发生了地震 工程师老乔发现震动频率很奇怪 并且还夹杂着电磁脉冲 于是他急忙叫妻子离开检查区 但已经为时已晚 大量的核辐射开始泄漏 为了固权大局 老乔只好无奈地关上了安全人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命丧在这片辐射当中 在过去的15年内 老乔一直在研究引发地震的原因 他认为当年的事故并非自然灾害 而是某种不知名的生物所导致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带着儿子福特踏入了当年的核泄漏隔离区 当两条狗从俩人面前经过时 老乔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看了看手中的辐射检测语 然后摘下面具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果然他的猜测是对的 所谓的核泄漏区根本没有辐射 随着一架直升机飞过 接着两人看到了另一边的秘密基地 正当他们疑惑的时候 一群士兵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将他们押送到一个秘密基地 而这座基地中央处立着一个巨大重卵 还不断地闪烁着红光 他就是15年前寄生在巨型骨架上的卵型包子 负责这项项目的秦泽博士 发现这个东西以核辐射为实 于是将他困在这里进行着秘密研究 一旁被关押起来的老乔 看着周围的灯光开始闪烁 顿时变得紧张了起来 因为这和15年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对比着老乔当年留下来的数据 秦泽博士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显然这东西就是当年核电站事故的罪魁祸首 随着散发出的电磁脉冲越来越强 博士立即下令启动电网将其催火 巨大的电机犹如一道道闪电落在重卵上 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束 没想到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一道强大的电磁脉冲瞬间摧毁了所有电磁 他体型高大凶残无比 人类在他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脆弱 混乱中 福特亲眼看着父亲从高台上重重摔下生死不明 仅仅几秒钟基地就已经破败不堪 此时这头巨兽仿佛收到了某种召唤 一声怒吼之后拍打着翅膀离开了基地 第二天军方来到基地接管残局并展开营救 老乔因伤势严重在途中不治身亡 博士一边安慰福特一边说出了巨兽的名字 木托并且还将这个世界隐藏的秘密告诉了福特 原来博士是帝王组织的一员 他们专门负责研究像木托这样的不明生物 几十年前 一艘核潜艇在千米深海中发现了一头海洋巨兽 美国为它取名叫哥斯拉 这是一只远古的掠食者之王 比人类还早几百万年 起初他们以为这是苏联搞出来的怪物 便以核试验为由用核弹攻击巨兽 谁知核弹不仅伤不了哥斯拉分毫 反而给它增加了不少能量 原来这种巨兽净是以核能为食 木托则是他们发现的第二只巨兽 而此时的木托已经飞越太平洋 来到了美国夏威夷 正在啃食一颗废弃的核弹 这只雄性木托攻击了一艘核潜艇 还把里面的核弹当零食吃 军队的战斗机发现后 立刻将它包围准备进行攻击 正在进食的雄木托感觉自己有被打扰到 非常不开心 只见它抬起那一米八六的大长腿 狠狠地砸向地面 战斗机被木托释放的电磁脉冲影响 失去动力瞬间坠火 这时博士所在的航母旁边也出现了一只巨兽 眼看就要撞向航母 谁知巨兽却忽然下沉 从航母的底部缓缓游了过去 它的目标是美国的夏威夷岛 硕大的身躯还没登岛 就掀起了一阵巨大的海啸 瞬间就要把小岛淹没 楼顶的士兵向天空射出了几枚信号弹 此时巨兽的身影已经清晰可见 士兵开始朝巨兽疯狂射击 可巨兽并没有反击 而是默默离开了这里 因为它的目标是岛上的雄性木托 他就是传说中的哥斯拉 两只巨兽在夏威夷打架的事很快变上新闻 小王的老婆也通过电视得知了这一消息 可没打多久熊木托就飞离了夏威夷 哥斯拉也潜入海底继续追赶 另一边茨木托也从卵中破茧而出 体型竟是熊木托的两倍大 茨木托朝着旧金山的方向前进 他的目标是和熊木托会合 然后进行繁殖 军队也利用卫星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而哥斯拉也正在前往旧金山的路上 此时的将军既重新来 他准备在三只巨兽会合时 利用一枚百万级别的核弹 将他们一网打尽 仔细看 一整个航母编队正在护送哥斯拉 他们的目标是前往旧金山狩猎木托 军队已经准备好一枚百万级别的核弹 想把三只巨兽同时炸死 一切准备就绪 两个士兵同时插入钥匙 为了避免被木托的电磁脉冲干扰 军队还特意使用了机械计时器 就在这时 熊木托率先发动了电磁脉冲 整个旧金山瞬间失去电力 不仅如此 军队的船只以及飞机 所有靠电运行的装备全部瘫痪 就在士兵正义脸懵逼时 熊木托浮出水面 嘴里还叼着没来得及引爆的核弹 不过熊木托并没有吃毒食 而是叼着核弹飞走了 不一会儿的攻附熊木托就飞到了市中心 原来核弹是给慈木托准备的 两只木托见面后先是寒暄了一番 接着慈木托拿走了核弹 可他自己也没有吃 而是要留给肚子里的孩子 另一边 军队隐瞒了新的问题 由于核弹用的是机械计时器 如果一个小时内部拆除 那么核弹将会自动引爆 到时整个旧金山就会不复存在 军队急忙组织了一支赶死队 准备找到木托并拆除核弹 来到木托的巢穴后 眼前的景象也让他们大吃一惊 数以万计的木托卵 正在围绕着这枚核弹缓缓发育 如果不加以阻止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哥斯拉也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里 茨木托看后丝毫不慌 两支巨兽的大战正式开始 此时的茨木托由于刚生产完 体力尚未恢复 现在根本不是哥斯拉的对手 只见哥斯拉逐渐把茨木托逼到墙角 接着又用力一把把他推倒在地 茨木托这时还想起身 哥斯拉又上去一脚将他死死踩住 关键时刻熊木托及时赶到 将哥斯拉连拉带拽拖到一旁 接着又用爪子狠狠地去扯哥斯拉的大嘴巴子 茨木托喘息片刻后 便立刻上去帮忙 趁着三只巨兽正忙于战斗 赶死队悄悄将核弹运走 小王在临走时又看了一眼木托那密密麻麻的佩态 心想一定要将他们全部毁掉 他敲开一辆卡车的油箱 随后将其引人 正在战斗的木托看到后院骑火 立刻丢下哥斯拉回去查看情况 只见数以万计的木托软已经化为灰烬 此时的慈木托已经无心恋战 还发出了阵阵悲鸣 恼羞成怒的他发现了罪魁祸首小王 这时得以喘息的哥斯拉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尾巴上还凝聚了淡蓝色的光芒 此时远在天边的另一只巨兽 仿佛也感知到什么 慈木托被哥斯拉的原子土气给重伤 随后倒地不起 熊木托看后发了风势地朝哥斯拉扑来 赶死队则趁机带着核弹赶紧离开现场 缠斗中哥斯拉咬着熊木托将他一把甩开 可熊木托哪里肯放过哥斯拉 只见他在空中绕了一圈后 又飞了回来 誓死要和哥斯拉拼个你死我活 熊木托的身体被钢筋穿透 彻底不会动了 而回过神来的慈木托也没有去管其他人 此时的他一心只想找到小王 为他的孩子报仇 无路可退的小王慢慢掏出手枪 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谁知这是 哥斯拉将此木托一把拽了过来 接着缓缓地掰开他的大口 干掉两只木托的哥斯拉 此时已经筋疲力尽 随后便倒在了废墟中 第二天工作人员开始清理现场 哥斯拉这时才喘了口气 随后又缓慢地睁开双眼 仿佛刚睡醒一样 接着又拖着他那沉重的身躯 穿过喧嚣的城市 一步一步朝大海走去 最终遣回到了海里 小王也平安地回到了家人身边 而另一边 在中国的美利坚14号基地中 另一只巨兽正在蠢蠢欲动 大战后的旧金山 哥斯拉奄奄一息倒在废墟中 许久后他方才慢慢苏醒过来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再度返回深海 然而人类并没有吸取教训 帝王组织在全球各地秘密 对巨兽展开研究 位于云南雨林中的61号基地内 怪兽女皇摩斯拉突然破解而出 人类当即启动防御系统 但这一行为瞬间惹怒摩斯拉 他当即对人类发起攻击 口中吐出的死网 将眼前的士兵牢牢困住 工作人员见状当即就要将其摧毁 不料却被旺达一把拦住 他带着自己研制的声波设备 缓缓走向摩斯拉 随即打开设备 在经过一番尝试过后 女皇摩斯拉竟奇迹般停止了暴动 可还不等他们高兴 一伙神秘组织突然闯进试验基地 将所有研究人员全部残忍屠杀 而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正是旺达还有他手中的声波设备 接着他们来到了 位于南极州的32号基地内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 被兵充的零号泰坦 奇多拉 他们在兵面上安装树莓炸弹 准备利用旺达的声波设备 彻底唤醒这头远古巨兽 而另一边 哥斯拉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他当即找到帝王组织 位于海底的一处秘密基地 不知情的众人当即做好战斗准备 但哥斯拉并没有向人类发起攻击 这时马克博士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当即让军队收起武器 接着来到窗前和这头远古巨兽对视 然后哥斯拉突然转身游走 仿佛在指引人类和他一同前去 军方通过哥斯拉的移动轨迹得知 他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南极洲 他们推测可能是32号基地出现了问题 于是帝王组织当即动身前往南极 可不料刚落地就遭遇了偷袭 在经历一番苦战过后 马克终于见到了前妻旺达和自己的女儿 他想要带二人离开这里 不料旺达竟当场引爆了炸弹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冰封基多拉的冰川也快速坍塌 旺达当即跟随神秘组织离开这里 并再次启动声波设备 将零号泰坦基多拉重新唤醒 顷刻间整个冰川被火海包裹 紧接着一只三头巨兽出现在众人眼前 士兵们连忙对其发起攻击 可却根本无法伤及分毫 基多拉的三个龙头同时蓄力 释放出无数闪电瞬间将眼前一切化为尘埃 就在基多拉准备再度释放雷电之时 兵面上突然发出耀眼蓝光 基多拉一声怒吼 基多拉率先发起攻击 基多拉当即咬住一颗龙头 随即用力砸向地面 但基多拉也不甘示弱 一颗龙头发出闪电击中哥斯拉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这头远古巨兽 随着标志性的蓝光出现 哥斯拉一口原子吐息喷涌而出 却不料被基多拉轻松躲开 随即三颗龙头同时蓄力 三道雷电攻击正中哥斯拉身体 好在危急时刻人类战舰及时赶走 树莓导弹向着基多拉倾洒而去 短暂的喘息使得哥斯拉再次恢复战力 基多拉不敢恋战 当即挥舞双翼飞向天空 然而随着基多拉的复活 隐秘在各个角落的泰坦巨兽 也开始蠢蠢欲动 肛门的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 即将破门而出 随着一阵强烈的爆炸声响起 一只巨爪从岩浆深处深处 在感受到基多拉的呼唤后 沉睡万年的火摩拉顿再次苏醒 军方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当即派出数架战机前去围剿 拉顿剑撞只是轻轻挥舞双翼 巨大的身躯便快速飞跃而起 身影锁过之处 万物皆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紧接着拉顿再次将目标锁定人类战机 面对数枚导弹的攻击 拉顿使出死亡翻滚 瞬间便将数架战机击落 接着力爪快速抓住两架战机 一口将其中驾驶员吞进肚子 眨眼间整个舰队便全军覆没 就在拉顿即将追上指挥战进之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数道闪电 接着一道巨型身影出现在眼前 来者正是零号泰坦基多拉 两头远古巨兽一见面便厮杀在一起 但仅仅交手一个回合 拉顿便被基多拉的雷电攻击 打入海底不知死 紧接着基多拉又将目光对准幸存的人类 危急时刻哥斯拉及时赶到 直接将其拖进深海 在哥斯拉的主场上 即便是基多拉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就连一颗龙头也被瞬间咬掉 可就在这时 军方向海底投下一枚生物炸弹 想要将两头巨兽一同消灭 爆炸过后 哥斯拉的生命体征迅速下降 很快便彻底失去了心跳 而就在这时 基多拉再次浮出水面 随即落进火山吸收岩浆能量 眨眼间断掉的头颅便再次生长出来 基多拉仰天长相 宣誓着他才是泰坦巨兽真正的王者 世界各地的巨兽纷纷受到号召再次苏醒 顿时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 莫斯科 伦敦 华盛顿特区 所有城市全部遭遇了巨兽袭击 而这一切的始作勇者便是基多拉 如今他最强大的对手已经死在人类之手 人类的末日也即将来临 然而就在人类决定坐以待毙之时 一道耀眼的蓝光从云南发出 仿佛希望的光芒再次洒向人间 而他正是怪兽女皇摩斯拉 此时的他也终于化解成蝶 在摩斯拉不断地呼唤下 原本死去的哥斯拉突然有了微弱的迷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军方当即决定前去营救哥斯拉 他们派出一艘潜艇深入海底 终于在一处远古遗迹中发现了哥斯拉的身影 秦泽博士将一枚核弹带到哥斯拉面前 他要引爆这枚核弹重新复活哥斯拉 这是秦泽博士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这头远古巨兽 他的一生都在探索有关哥斯拉的一切 而如今 他也将这份意念在此终结 随着倒计时结束 一股强烈的爆炸从海底蔓延开来 熟悉的蓝光在此出现在众人眼前 怪兽之王哥斯拉再度复活 他是怪兽之王哥斯拉的最强形态 当泛蓝的身躯变成赤红之时 一切生灵都将不复存在 就在刚刚 秦泽博士牺牲自己成功将哥斯拉复活 而如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便是零号泰坦基多拉 王者之战就此展开 基多拉率先发起进攻 三颗龙头一起发力 顿时便将哥斯拉按在地上疯狂摩擦 哥斯拉也不甘视若还以颜色 一发原子吐息直接将其击退数十米 女皇摩斯拉这时也赶来助阵 口中喷出巨型死亡 直接将基多拉两颗龙头封锁在大楼上 哥斯拉则成胜追击一把将其扑倒在地 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俯视奄奄一息的基多拉 摩斯拉见状就要给其最后一击 不料一道红色身影划破天空 墙头草火摩拉盾竟从背后发起偷袭 两只空中巨兽瞬间缠斗在一起 而此时的基多拉被哥斯拉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眼看败局已定 不料下一秒基多拉直接咬中一旁的发电站 顿时整座城市的电力瞬间被其吸收 毫无防备的哥斯拉被一道闪电击中 与此同时 军方发现哥斯拉体内的热核反应即将爆发 于是当即决定撤出战斗 而在没有了人类的帮助后 基多拉趁机再次向哥斯拉发起攻击 摩斯拉见状想要上前帮忙 不料再次被拉顿从背后偷袭 整个身体被镶嵌进大楼 紧接着拉顿飞向天空 想要给其最后一击 危机时刻摩斯拉利用毒刺贯穿拉顿身体 这才惊险将其击败 此时他的身体也早已满目苍蝇 另一边满血复活的基多拉实力大增 他用一颗龙头死死缠住哥斯拉身体 随即快速飞上万米高空 然后一把将哥斯拉丢下 哥斯拉宛如一颗雨时一般重重砸向地面 猛烈的撞击使得哥斯拉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摩斯拉见状想要奋力一搏 却不料直接被基多拉的雷电吐息瞬间化为灰烬 蓝色的光芒洒落在哥斯拉身上 体内红色的能量瞬间被击火 但此时的哥斯拉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任由基多拉撕咬在自己身上 危机时刻 旺达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 于是他当即独自驾车 利用声波设备吸引基多拉的注意 而这也成功给哥斯拉换来了短暂的喘息 终于哥斯拉那长达12分钟的大招蓄力完成 蓝色光芒转化为耀眼红莲 所到之处万物皆被瞬间融化 自此红莲哥斯拉重新复活 随着体内的热核能量不断聚集 一道耀眼的热核脉冲瞬间从体内爆发而出 基多拉的双翼瞬间便被溶解 吃痛的基多拉当即使出雷电吐息反击 不料根本无法破开哥斯拉的防御 紧接着哥斯拉再次释放热核脉冲 直接将基多拉的两颗龙头竞数融化 接着哥斯拉一脚踩在基多拉肚子上 给了他最后一击 大战过后 昔日的王者基多拉只剩下一颗头颅 随着哥斯拉体内的蓝光再次闪起 零号泰坦基多拉彻底消失在空气之中 感受到新王的威慑后 一众远古巨兽纷纷跪倒在地 向着怪兽之王哥斯拉表示臣服 自从击杀了零号泰坦后 哥斯拉成为了真正的泰坦一哥 地球也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期 然而好景不长 躲藏几年的哥斯拉再次现身 十分突然地出现在美国南部的海岸线上 呼吸了一个名为阿派克斯的公司 美空军力派出三架FR-12战机 准备用武力击退格斯拉 然而不出半颗的功夫 三架FR-12就被原子土锡一次击落 紧接着哥斯拉便用原子土锡 大肆破坏阿派克斯的工厂 工厂内似乎藏着令他气愤的命运 事后美国的媒体播报了这件事 一时间哥斯拉从城市英雄的形象 沦落成破坏人类文明的恐怖巨兽 阿派克斯公司的老板更是在媒体前 怒视哥斯拉是全体人类的威胁 呼吁人们必须将其铲除 然而这老小子很清楚哥斯拉攻击他的原因 那便是他在背地里制造的机械巨兽 这是一只仿制哥斯拉外形的机甲 用死去基多拉的一颗头颅进行神经中转 并由人类驾驶员进行操控 是阿派克斯公司的毕生心血 这是训练场的十号舱突然被打开 里面关着一头凶残的骷髅巨兮 正好让他俩碰你 就当骷髅巨兮要失掉误入训练场的女孩时 机械哥斯拉一把将其牢牢抓住 随着质子射线的巨大消耗 机械哥斯拉能量不足突然停机 人类目前的能源无法支撑这台机甲的运行 阿派克斯老板对此很失望 但他想到了解决的方法 那便是去到地心世界寻找地心能源 那里有和哥斯拉体内一样的能源 同时还是泰坦巨兽精当的故乡 原来自从哥斯拉成为泰坦一哥后 作为哥斯拉世仇的金刚 就被人类血藏在骷髅岛上 虽然金刚在上面住得很舒服 但随着体格的不停变大 金刚也对这个小地方更加排斥 他会时不时拿巨树破坏基地的保护罩 同时也对故乡地心世界更加项目 于是人类出于对金刚的身心健康考虑 便把金刚带上大货船 准备运到南极洲送回到地心世界 而阿派克斯老板作为此次行动的赞助商 也派自己的女儿一路跟随 准备司机窃取地心能源 由于海洋是哥斯拉的主场 运输金刚的舰队 尽量避免哥斯拉出现过的地方 但他们殊不知泰坦之间有微弱的感知 就像感知基多拉的头骨一样 哥斯拉也感知到了金刚的存在 正朝他们飞速赶来 金刚也开始焦躁不安 护航的航母舰队立马夸射炮弹 试图驱赶这头泰坦巨兽离开 但这些炮弹对皮糙弱后的哥斯拉造不成伤害 哥斯拉感受到敌一吼浮出水面 用巨大的背脊将一艘战舰拦腰斩 其他战舰也纷纷发射炮弹 对着哥斯拉火力军 看到人类的攻击毫无作用 被铁链捆住的金刚心急如焚 下一秒哥斯拉朝他夺命而来 直接一头撞翻运输的大火船 金刚由于被绑住也无法挣脱 全身都倒挂在海里不能呼吸 眼看整个舰队都要丧命 舰长赶紧释放金刚让其放手 金刚一个头锤加一个踢腿挣脱了束缚 成功浮出水面爬回到船上 金刚眼看哥斯拉要再次迂回 他准备跳到面积更大的航母上 这样战斗起来会对自己更加有力 金刚眼看哥斯拉要再次返回 仔细看 这是金刚和哥斯拉的第一次交手 被打落水的哥斯拉准备开启自己的大招 当看到水中幽蓝色的亮光时 金刚大感不妙并转头就跑 下一秒一道原子统锡击穿了航米 直冲整个云霄 目睹这一幕的众人也不禁为金刚捏一把汗 落水的金刚想要浮出水面 哥斯拉却再次冲过来纠缠住 哥斯拉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溺死金刚 但金刚抓住机会一脚将其踹开 接着快速游动想要呼吸一口空气 结果还是被哥斯拉用尾巴缠住 一路带到了深海中 在这关键时刻 人类的战舰发射无数枚深水炸弹 炸弹直直冲向深海的海沟中 紧接着炸弹引爆机器巨大水花 下一秒一只巨手浮出水面 得救的金刚吐出两吨海水后 已经疲惫不堪地躺在大火船上 为了保住金刚性命 舰队的全部船只立马关闭引擎 制造出金刚已经失去生命的表象 此时的哥斯拉扶在水面远远地看着 在确认情况后才满意地离开 他来水路是走不通了 原类只能用十几架运输机 直接把金刚运到南极 为了不再惊动哥斯拉从而顺利到达地心 美军只好动用几十架飞机 吊着上百斤的金刚飞到了南极 然而刚刚恢复的金刚也是一脸的懵逼 他望着周围白茫茫的一片 似乎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直到可以和他交流的女孩泽雅 给他指出了一条名路 于是金刚便果断地冲进了通往地心的隧道 而大壮他们也急忙坐进反重力飞船紧随其后 只见隧道的尽头 一道发光的虫洞不断吞噬着过往的一切 而那正是通往地心的入口 在经历了一段光怪陆离的传送后 众人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陆地地心世界 只见这里天与地都布满了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 更有数不清的上古生物在这里盘奔错节 然而众人还没回过神来 下一秒就遭到了不明生物的突然袭击 没想到定睛一看 那居然是一条会飞的参天巨猛 紧接着飞舌张开血盆大口 就朝着大壮他们袭来 幸亏金刚及时一把抓住蛇尾 随后一个过肩摔便狠狠地摔在地上 当场就送对方领了盒饭 另一条飞舌还打算背后突袭 结果下一秒就被金刚顺时一把撞飞 飞舌回过神来便再次扑向金刚 金刚急忙抬手防御 却不料下一秒竟被对方死死缠住 接着飞舌收拢翅膀就要将它活活闷死 关键时刻大撞他们果断出手相救 一时间无数导弹袭发 瞬间炸的飞舌皮开肉绽 金刚趁机挣脱束缚 随后抓住飞舌的脑袋就将它裹成了一团 紧接着便是一顿疯狂输出 最后还不忘扯下飞舌的脑袋 来补充一下刚消耗的力量 吃饱喝足后 金刚又继续朝着地心的边缘进发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不断地指引着它前行 最终金刚来到一处山岳之巅 而这里的重力恰好与对面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只见无数充满蓝色的碎石漂浮在半空 金刚好奇地伸手一炮 结果碎石便顺势掉向了地心的另外一层 金刚好像明白了什么 接着便张开双臂纵身一跃 随着它缓缓地来到对面 只见一座巨大的石门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石门的上方一只血红的掌印依旧栩无声 金刚若有所思 接着便将左手按在了掌印上方 果然在指纹的配对下 巨大的石门瞬间应声而开 没想到时过多年 金刚又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但此时的大厅里已经空空荡荡 金刚大声呐喊却没有任何回应 随后他默默地来到大厅中央 终于看到了属于他们金刚一族的武器 开山神府 接着他拔出战斧仰天长笑 没想到这时战斧突然发出一股蓝色的光芒 金刚看向地面的凹槽 立马便明白了其中的意义 只见他将战斧放入凹槽 伴随着一股能量的突然涌入 一瞬间王座周围的战斧都同时迸发出同样的光芒 原来这些战斧都是用戈斯拉的背棋打造而成 而这里就是战斧充能的地方 眼看他们终于找到了地心的能量支援 军方立马搬出机器人采集了能源的样本 却不料这一行为彻底惹怒了远在地面的戈斯拉 似乎是感应到威胁的来源 戈总叙出一口大招 然后朝着地心便喷油了去 没想到仅仅几秒钟的功夫 戈斯拉的原子吐息就贯穿了整个地桥 戈总冲着地心一声怒哄 似乎在警告对面不要乱来 但金刚却彻底陷入愤怒 毕竟他才刚刚找到了家园 结果下一秒就被对方一把摧毁 眼看心仇家旧恨 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要双倍奉还 说完他捡起战斧 朝着地心的另一端便杀了过去 有很多影迷认为 金刚替戈斯拉做核酸的这一片段 并没能完美复刻当年的霸气场面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金刚为了能使出这一招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上一次的海中大败 让未尝败计的金刚颜面无存 然而这一次他已经金飞昔比 因为他拿到了可以大幅提升战力的武器 金刚战斧 只见一阵隔空嘲讽后 金刚率先抄起战斧就朝着戈总砍去 没想到竟被对方轻松躲开 而且就在拔斧的瞬间 戈总一口咬住金刚就将他不断地冬 眼看戈总就要使出原子吐息速战速决 金刚立马一轴粉碎打击 打得戈总差点断气咯屁 随后他将戈总甩到一边 接着一个起跳暴击 双手暴击 再双脚暴击 瞬间打得戈总七昏八速 戈总气得怒不可遏 爬起身来就要发出原子吐息 结果下一秒就遭到了金刚的名场面回怼 他暴怒的一把甩开对方 然后这才使出了自己的终极大招 金刚急忙用战斧挡住攻击 谁知下一秒就遭到了戈总的野蛮冲撞 眼看战斧丢到一边 金刚只能立马被动地到处逃窜 但两条腿的猴哪里跑得过一条腿的激光 结果下一秒金刚就被光束击中 戈总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 接着便再次冲着金刚发出原子吐息 千军一发之际 金刚快速捡起战斧 然后便迎着戈总的大招用力砍了下去 只见一道能量迸发开来 双方都被瞬间弹飞了数百米之远 但很快金刚就再次爬起身来 看来第二回合是金刚赢了 然而皮糙肉厚的戈总哪里肯善把甘休 他续好大招 随后便开始四处找起了金刚 而此时金刚正悄悄地躲在大楼上方 他扔出一根玩具分散了戈总的注意 然后便一跃而起扑向对方 本以为金刚将迎来一场完胜 却不料戈总突然一口咬住金刚甩开对方 接着他乘胜追击 立马咬住金刚的左手狠狠地甩到了百米开外 可怜的金刚当场手臂脱臼 瞬间战斗力锐减 而且此时战俘也耗尽了能量 无奈的他只能不断被动挨打 只见戈总一个飞扑 接着便伸出小手在金刚的胸口上不停地上下巴了 最后他一脚踩住对方 再次发出了属于圣者的吼叫 金刚虽心有不甘 但也确实输得心服口服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回戈总居然依旧没有痛下杀手 金又再次扭头离开 看来果然是真爱无疑了 谁知这时一道红色的激光突然响彻大底 激光所到之处万物皆瞬间化为灰烬 原来戈总此行的目的根本不是金刚 而是美军搞出来的终极武器 机械哥斯拉 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怖输出 竟然能将皮操肉厚的哥斯拉打得倒地不起 就连作为一方霸主的金刚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美国军方怎么也没料到 他们利用基多拉头卢打造的机械哥斯拉 反而成为了毁灭人类的洪水猛兽 由于新能量的技术尚未完善 导致机械哥斯拉的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 一瞬间 驾驶员勤泽被高压电当场电死 而失去控制的机械哥斯拉 则成为了一只不折不扣的怪兽 结果当军方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机械哥斯拉一把冲出山脉 接着便对着城市发出了无情的破坏 而作为人类最强打手的哥总哪能见死不救 他立马一声咆哮 朝着机械哥斯拉便冲了过去 然而他还没能近身 下一秒就被对方的导弹炸得晕头转向 紧接着机械哥斯拉被其喷出助推火焰 一击猛拳瞬间打得哥总倒地不起 哥总好不容易站起身来 结果照面又是一道围停万机 接着又被对方抓住脑门就是一顿疯狂壁咚 没想到人类的科技与狠活 竟然打得哥总毫无招架之力 哥总使出全力发出致命一招 却不料对方也同时发出原子突袭 几乎是在一瞬间 哥总就立马败下阵来 并且还受到了严重的灼伤 眼看再不出手相助 整个地球都会被机械哥斯拉彻底毁灭 但此时的金刚已经昏迷不醒 而且小女孩泽雅也伤心地发现 金刚的心跳正在慢慢地减弱 于是关键时刻 大壮立马驾驶反重力飞船来到金刚的胸前 他要利用飞船的动力来替对方做一次心脏起搏 他启动开关 然后便急忙逃离飞船 只见一阵爆炸过后 原本奄奄一息的金刚再度满血复活 当他看到正在被动挨揍的哥斯拉 便立马明白了泽雅的用意 而另一边 机械拉掰开哥总的嘴巴 就要用质子射线送他上路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金刚突然出现 及时打断了机械拉的攻击 而哥总看到金刚出手相救 也瞬间喜出望外 两人立马重整旗鼓 朝着机械拉就开始左右开弓 然而普通的输出 对机械拉的钢铁之躯 根本毫无作用 一回合下来 两人又再次败下阵来 这时金刚突然看到了远处的战斧 危机关头 他立马抄起战斧挺身而出 但没有了能量的加持 战斧的伤害同样不痛不痒 反而机械拉抓住机会 一脚就将金刚踹翻在地 接着就甩出尾巴想要极限反杀 关键时刻 哥总倾尽全力 再度施展原子土兮给战斧充能 而充满能量的战斧 也终于没有让金刚失望 仅仅是轻轻一劈 就将机械拉的尾巴连根斩断 随后他犹如砍瓜切菜般 瞬间斩下了对方的左右双臂 接着又连续输出 打得机械拉彻底残废 最后金刚跳到机械拉的背上 硬生生扯下了对方的脑袋 从而结束了这场战斗 大战终于拉下帷幕 而金刚也终于精疲力竭地坐了下来 这时哥总缓缓站起身来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金刚 金刚虽有怨气 但还是扔下了战斧来表示善意 随即哥总发出一声咆哮便转身离去 也许他们种族之间的恩怨情仇 终于能在这一刻兵事前线 最后哥斯拉回归海洋 而金刚也回到了属于他的地心家园 从此过上了悠然自得的快乐生死 只不过与此同时 另一只史前巨兽 正折服在暗中叙事待发 看来又有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将来袭